2012神秘之日第二節的主題是M.I.B 何顧不在這裏說話內容少了一點 他是常常扮演M.I.B的那個 其實我曾經想過今天穿M.I.B的整套制服 萬事俱備,但唯一是險聯黑泰 黑鏘我有 早知道你說的,不然大家一起穿M.I.B的制服 M.I.B一定會有黑色的衣服、黑色鞋 連輛車也有黑色的 M.I.B的現場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它是一個特定的時間 這個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研究飛點學,其實你要記 記是什麼呢?有三個主要的日子 第一個就是1947年的6月 那隻威爾呢 我想應該先講了Kenneth Arno 那個先,然後就到了 第一個你要記的是1947年的6月 美國的一個商人 他駕駛小型飛機時,他看到飛碟 這個就是第一個分水嶺 自此之後就有飛碟這個字的出現 奇異就是Rosswell Rosswell的跨越時間 大概是6月至7月左右 基本上是同期的 所以你記得是比較 1947年的2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是接近的 就是我沒有記錯 新墨西哥州的Rosswell 看到飛碟的殘骸 第三個 很少人會記 但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研究飛碟學 你也要記這個時間 就是1952年的8月開始 就是有一個人 叫做Albert K. Bender 就是現在我們在電腦 我們看到這個人的樣子 他就發起了一個 專門研究飛碟的現象的一個學會 這個學會的名字叫做 International Firing Sources Bureau 簡稱就是IFSB 你還要問 究竟這個人 他重要的地方在哪裏呢 基本上 他是等於 譬如說 Kenneth Arno Rosswell 這些當地的居民 他們各自 令到一個 研究飛碟的一個 方向 是定立了下來 就是這個人 他聲稱他見過一些東西之後 很具體說 就是見過Man in Black之後 基本上就產生了Man in Black的傳說 所以你可以記的 就是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飛碟的出現 外星人的出現 以及Man in Black的出現 基本上有一個具體的時間在這裏 1947年和1952年 1952年之後 因為很快 你剛才也說過 1953年的火球事件 就變成了熱烈烈烈 整個Man in Black的傳說 基本上就是 那個時代 我不知道現在 能否感受到 那時代的情緒 在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期 基本上美國是一個 相當保守的國家 以及恐懼 恐懼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 所以當時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不會看到很多人 有一些很具體的 很明顯的 一些反政府的活動 除非他們是共產黨的成員 但是這些通常都不會 明目張膽去做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人民是很相信的政府 就算不相信都不敢 不相信都要依賴 不相信也不敢做一些 很明目去挑戰政府 或質疑政府的行為 所以基本上當時的社會 是比較容易控制的 但是與此同時 亦出現了一些群眾性的恐慌 這些恐慌包括什麼呢 就是 看到一些不明的非人物體 懷疑他們是一些 不是地球 來自地球的力量 而造成出來的 當然當時對外星人 其實沒有一個很具體的 是一個想法的 即是你不要用現在 譬如說自從第三類接觸 或者ET出現了之後 好像到現在我們那種 去投射回當年 因為當時他們說很多人 不是像今天那樣的心態 如果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寫了一本書 或者接受訪問 我就會發達 基本上不是這種社會的現象 可以很簡單地說 因為你說說 有沒有外星人的存在 那時候也說是有的 不過就在文學 在科幻小說那裡 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就是奧尚威爾斯做的 1937年那件事 《Wall of the world》 《Wall of the world》 《Wall of the world》 都是當作幻想的角度 到了戰後四十年代 尤其是四七年羅茲威爾之後 慢慢慢慢把這種飛碟的傳聞 從一開始已經 遇到它是一個惡假將 慢慢進入了現實世界 那種進入現實世界 就好像台長剛才所說 但他們看起來 都不確實肯定一定是外星人 因為當時大家都在流傳 納粹時期的時候在德國 真的做了很多新的科技 而是在那時候還沒很具體 就全部把它挖掘出來 我們在說的是 社會普遍的一個情緒 就不是說個別的人 因為個別的人有這個想法 是不奇怪的 例如說我被外星人綁架 看到外星人 這個不奇怪 但普遍一般的現象 他們當時不是很快想到這件事 正確來說 那些大眼睛的那些 大眼睛的那些 沒有那麼明顯的 所以當時有人說的時候 很自然的 有人會問他 究竟這個人的心理狀態如何 他的情緒如何 他讀過什麼書 他是否一個很喜歡出風頭的人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 Albert K. Bander 你看到這個人的樣子的時候 很多人會找回他 當年他那個精神的狀態 特別有一樣要提 其實這個人不是死很久的 他是十年前才過世 2002年的時候才死 當時他在飛碟熱潮的時候 1952年的時候 他就創辦了剛才我們說的 國際飛碟學會 國際飛碟學會 但是他自己說 他搞不久的時候 當年的八月 他就開始遇到奇特的現象 奇特的現象是什麼呢 這個特別要強調就是 Man in Black的現象 不是純粹你看到一些 戴黑色的帽子 穿黑色的西裝 打黑色的泰白衣服 三個人 其中一個現象 電影或一般坊間 簡單的介紹 沒有說過 就是你會收到一些很奇怪的電話 這個電話 這個現象 原來就不僅在美國 我們看到的材料 在英國 因為我們主要看英文的書 我不知道幾圖的日文書 有沒有說其他 就是說 就算在英國 他們都有同一個現象 就是每逢出現了這些 難以解釋的超自然現象的時候 特別是牽涉到飛碟的時候 部分的當事人 都會收到一些很奇怪的電話 據Albert K. Bander這個人說 他當其實收了一些 沒有出聲的電話 但他是馬上感受到 這些電話 是來意不善 以及不是一些 很普通 簡單來說是超自然的力量 也可能你會發覺 他出現了一種壓力 剛才說的 壓力很適合 為什麼呢? 因為他收了一些電話之後 沒有下跌劑 那一年 他就跟著解散了這個IFSB 他說他自己不敢說的原因 但他經常說的是 他受了一些壓力 他受了壓力之後 他就不敢做這個事情 原來事隔 沒有多久之後 他就跟一位作家的朋友 透露了這件事 他就說 在他收到電話 沒有多久之後 他為什麼會決定解散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他是見到 有三個來歷不明的人 跟他問他 在做什麼 在這個之前 還有其他事情 就是說 他回到他家裡 就開始出現了一些 不明的氣味 所以這個 Man in Black的現象 具體來說 就包括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 你會聽到一些 不明來歷的電話 但是在你家裡 會出現一些 不明來歷的氣味 還有 有時候 他會被燒傷 即是一些很熱的 例如在那些 黑超的人 你看到他出現的時候 他走近你 你會感覺到一種熱力 或者有些 你會看到他身邊 圍繞著煙霧 這個 這個 你說的 我都可以插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都是這個Brander 這個Eler Brander 他自己畫的 就說 這一種外星人 這種 疑似 在他那個說法來說 就說他是疑似的外星人 他就是 在他身邊 你都會看到他周圍 都會有一些 煙霧 在那裡 瀰漫的 他那個形容 就是 那些 黑超的 那個說法 就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那三樣 裡面 他就是 很多人都說 他所提及的那種外星人 第一 他樣子很奇怪 因為差不多 個個都是 目口目面的樣子 甚至 是很懷疑 他可能是戴著一個面具 不是真的一個 叫做 很正常的樣子 第二樣子 就是 當他那個 這個他自己畫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 他身邊那裡的時候 當他出現的時候 就看到 有這些 煙霧 就在他那個身邊 很奇怪的 就在那裡 蜜蜂著 甚至當他走近的時候 你都感覺到 他有一種 氣味 或者那種叫火 有種 熱的 能夠感染得到 這個人 他透露了之後 事情就爆出來了 大概在1956年的時候 他的朋友 Grey Barker 寫了一本書 叫做 They knew too much about flying sources 這本書 現在都多人說 但問題是 當年 是要自資出版的 即是自己出錢去出版 現在我想都難買到 但anyway 那些人都知道這本書 與此同時 過了若干年之後 去到1962年的時候 他自己出版了 就是這位 Albert K. Banner 自己出版了 就叫做 Flying sources and the free man 這個free man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固然有一些 比較零聲的 不同的說法 但很多時候 見到MIB的 通常都是見三個 這個 解釋不到 但很多不同的證人 所謂證人 見到MIB 都是見三個 不奇怪 其實是拍拖間 出間 當然有些人只見一個 這個也有 但三個MIB 同時出現這個 可以在這個現象中 相當之普遍 好了 你就會問 搞到這麼大件事 這個人 究竟他的證供可不可信 或者Grey Barker 自己的朋友可不可信 基本上告訴你 主流的意見 就是不可信 為什麼不可信 第一件事 這個人 什麼時候開始 對這些超自然的現象有興趣呢 就不像於1952年 或者1947年 他聽到UFO 或者他自己 所謂見到MIB 是在1945年 他已經開始留意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其中一個神秘學院 最著名的事件 就是白武打三角 就是1945年 其實有一架 一隊小 可能是中隊 在佛羅里達出發 走去做巡邏的偵察機 是全部失蹤 傳言在白武打三角 是不見的 白武打三角 其實我們以前說過 但是 那件事件本身 我想到現在 都未解釋得很清楚 要解決 因為問題就是 雖然有部份的飛機 在海底找得回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 是找不到屍鞋的 Anyway 就是他 1945年開始 就喜歡看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就 由此推論 他一直都喜歡 很自然 然後他就 會相信這件事 MIB就很可能 是他自己心理上的問題 投寫出來的 你又會問 他本書裡面寫什麼呢 他本書裡面 透露他 MIB整個過程 就是他看到整個過程 但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人們 看完本書 覺得不相信他所說的 他就因為說了 在南極那裡 有UFO的基地 這些UFO是外星人控制的 他來地球做什麼呢 就是嘗試在地球的海洋裡 找一些他們最需要的一些物體 或者一些資源 這個就是很經典的一些外星科幻小說的橋段 是 放出當年的年代 我想幾圖都覺得 是否應該超前了 不是 就是把他全部合起來 因為他說南極是否有UFO的基地 到今時今日 這個傳聞 是沒有停過之餘 當時 好像將他越來越確實了 還有就是將在納粹時期 德國為什麼要對南極的地底湖 這麼有興趣呢 就是連同一起去說 所以他現在這個說法 現在都還在走 沒有一個最正確的答案 這個案件還未封閉 但anyway 就是因為在當期保守的年代 他寫出這些東西 唯一的結果就是 人們覺得他瘋了 他叫你拿出證據 最經典的 所以 出了這本書 1962年之後 他打沉了 基本上是沉了 但問題就是 他沉了 NYB這個傳言 就沒有沉到 好了 你聽到這裏就說 喂 如果是這樣 就不值得說 以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標準 基本上 這叫救問 對 救問 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就是 這個MIB的現象 後來 不是說他 後來是有很多不同的證供 你可以說一個人說謊 但如果有些人 你看起來 似乎 他的動機 不是為了出名 他又沒有說其他 你覺得很傻的事 而他工作的身份 又比較正常 你會覺得 應該有一個 值得去研究的理由 後來發現有這些人 這些是甚麼人 我們會說 第二件事 就是 我們又在政府的文件 裡面 又看到 當時美國政府 對這件事件的看法 第一件事件的看法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件 第一件事件是 現在找到FBI的檔案 發覺這個局長 就是看那部電影 由Nianardo DiCaprio 飾演的胡佛 J. Edgar Hoover 原來對這兩個人很有興趣 就是 不知為何 有一些人 就報告了 這個人 Albert K. Bander 說的話 給胡佛知道 而J. Edgar Hoover 看了之後 又不是覺得這兩個人是傻佬 他覺得不覺得是傻佬 可能大家有爭論 起碼一件事就是 他是叫了FBI的特工 去監視這兩個人 這個其實在現在的文件裡面 是找得到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更加奇怪 到了1967年的時候 美國的空軍 就出了一個記錄 現在這個有具體日子 1967年3月1日 這個記錄的數據 就是說 他們發現了在民間裡 有些人是霧認了美國空軍 是 走去空這些 聲稱見到 有UFO UFO的人 是 而他們穿著的那些 就是傳言中的MIB 是 這個就不是一個 其他組織 被人找回到他的真實身份 是 空軍報 這個有兩個解釋 第一件事就是 那些MIB 即是穿著這些服裝的人 他們真的不是政府的職員 故此 美國的這些空軍 他們都覺得這些人是假模的 第二個就是 可能這些美國空軍的主管 是不知道自己的部門裡面 在做什麼 這是不奇怪的 這是有這個可能的 因為 其實情報的組織 很多時候都是 分工去工作 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部門 在做什麼時候 這是事實上有這樣的可能 但anyway 就是 我們肯定一件事就是 在美國的 這個 政府的組織裡面 是留意到 有這個MIB的現象 這個就很硬 就是說 你可以質疑 Albert Bander 或者Grey Barker 他們所說的東西 是假的 但是 理論上 你 懷疑 這個美國當局 是 將一個 沒有出現過的現象 以為有出現 而寫了密碼裡面 這個質疑的機會就少低了 其實 基本上 當時 美國聯邦物探局局長 J. Edgar Hoover 現在有個說法 就是說 他是看完這兩個人出的書 這個當然不可能 可以說到什麼 但起碼一件事就是 他們是會積極去想 這個MIB的現象 究竟是什麼 除了這個之外 就涉及到 譬如說 究竟 這個MIB 當時他們看到 這是什麼人 幾圖 其實 剛才你也說過 其中一個特點是什麼 這幫MIB的人 當時在50年代看到的時候 他們說 他們是什麼 就是他們 身體的高度 不夠五呎 見到的不是所謂的很高大的人 而是全部都不夠五呎 所以 這個 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比較奇怪的 因為 你知道美國那些 普遍上也是 普遍上 當然有些人很矮 但是 如果你低於五呎 一定是有人注目的 因為 跟一般的 標準的高度相差比較遠 奇異是什麼 奇異就是 他們戴上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就是 戴上黑蝦、黑衣、黑帽 總之全身都是黑 但是很奇怪 就是他們的面目 就是很白 很蒼白 有些除了沒有 就發覺 他們的頭髮全都很黑 但是像假髮 還有一件事 就是當時一種 所謂的套牌印象 就是他們的眼睛 全部都是像 他們形容的東方人 即是蒙豬眼 但這個 就是當時一些 荷里活 描繪 亞洲人的一些 那些叫單鳳眼 眼尖尖的那種 不過他要多種種種的 那種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膚色 有些近年看過 即是說聲音或見過 他們的樣子像死屍 即是那種蒼白 蒼白 即是有一種 令你感覺很… 即是不像一個普通人 總之看上去就不像一個正常的人 剛才我們說到那些FBI的MEMO 涉及到這個MIB 有些記錄 那些具體 可能我們探索了給亭龍 即是說這些是一些頗硬的 一些支持的證據 剛才所說的那種形容 後來現在 都是說羅茲威爾 他跌下來的 那些外星人 都是疑似東方的形象 都用剛才所說的那種形容 又有一個叫Asia Eye Asia Eye 在我們來說是單鳳眼 接著他們會做些什麼呢 基本上很簡單 即是看到這些聲稱 看到外星人的人的時候 或者研究外星 或者研究飛碟的人 就說 你研究些什麼 我們覺得你不應該做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覺得 看到他們之後 他們是無緣無故不見了 還有他們有車 黑車 很多時候如果聰明的人 就會記得他的車牌 事後就去問 發覺原來根本沒有這個車牌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連車牌都沒有號碼 你那張照片裡是有這件事的 所以那些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還有很多時候 事後 他們是找不到在哪個政府部門 當時那些人 一般的說法就是這樣 他們看到他 其實已經很騰雞了 他們沒有一個很得定的 很聰明的反應 就是問他 真的要看那些車牌是在哪裏的 如果他的樣子 之後 人們就會跟他 給他問問 照應給他回答 他們失蹤後 就覺得自己很愚蠢 好像有人問他 我會安裝一些電線 那種方式 我相信裝電線的人 學了MIB的手法 好了 那你就會問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 究竟有什麼其他人 聲稱過MIB 第三節回來再說